大家应该同步一条心 这样才不会乱 你要同步一条心你就早一点讲 我刚才讲过 其实对台湾两千里的养猪产业链 都是很大的打击 国民党党团有提 要修改自治条例 不乐观其诚 我也征照自治条例的内容 来所着我们新北市的市民 台湾养猪大县更发出怒吼 政府能够悬崖热马 能够踩刹车 不要贸然迎进 8月31号 国民党串联22个县市议会党团 召开记者会 公开反对开放美猪 不过这次国民党大阵长串联 召开记者会反美猪美牛进口 但六大都会区的蓝营市议员 出席状况都不尽理想 台北市高雄市议会政府议长 都是国民党籍 却都没有现身 只有几位市议员参与 也让江启臣反美猪美牛的 军令状成效颇为有限 而在新北市 国民党籍新北市议长蒋根黄 现身记者会力挺 再加上新北市长侯友宜 坚持瘦肉精灵减出 新北市成为蓝营执政县市中 最积极反美猪美牛的贪头宝 除了国民党 所谓时代力量8月31日召开记者会称 当初民进党痛批马英九当局的报告不周全 结果到头来却支持当初自己反对的东西 非常矛盾 台湾民众党居民代赖湘林称 民众党将会依照职权行使法规 要求实质审议 不会让行政命令草率过关